清楚似乎走到今天这一步也是迟早的火山爆发 那么说完了科技相关的话题 我们再把目光转移到外交上来 昨天在我们华尔街电视的华尔街智库栏目 我们是率先为大家播放了来自CSIS智库 几位学者探讨习近平和拜登峰会的一段视频 其中有我们非常熟悉的甘斯迪 其中也有我们也经常介绍的布兰切特 还有另外一位女士 巴尼林也是经常研究中国和台湾问题的学者 他们在谈及习近平与拜登这一次峰会的时候 布兰切特先生就说 说觉得这一次峰会的结果是超乎意外的积极 整个峰会所呈现的氛围和语气都是相当柔和 他这里指的是习近平 又说他看到习近平不管是在会中还是在会后 都显得相当的高兴 那么这样的一个形象 其实不仅仅让习近平发表商界晚宴的时候 坐在底下的西方投资者觉得和自己印象中的那个刻板的习近平印象不太一样 让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智库专家和学者也觉得颇感惊讶 因此我就要请教一下和平先生 这个习近平的形象打造是不是的确换了思路能坚持多久 你认为他的这样的一个让外界觉得喜出望外或者是意想不到的演讲 其中到底隐藏了哪一些中国现在希望向美国传达的信息 第一点是在这个峰会之前 我们在华尔街论坛里面做出了一个跟西方媒体跟绝大多数人一个根本不同的一个判断 也就是说了认为这次的峰会有突破 不仅是具体的成果那都是小事情 两国的领导人经过了这么多的麻烦 经过了这么多的冲突 开始走在一起来讨论问题 这个本身就应该确定成为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第二点是通过这个事情 虽然未必能够真正改变世界的大的局势 这个我们不要把它想象的太大了 但是从现实层面所发现的习近平是一个可塑程度非常高的一个领袖 也就是说他可能可以很霸道 可能可以很僵硬 他可能可以很意识形态化和民族主义者 但是有可能他也跟大家的价值没有本质差别 也有可能他也是可以演讲的人 也有可能他也是可以打动人心的人 这就是这个国家在产生变革时候的丰富性 已经远远超过大家原来的传统上的认知 因为大家把中国看得太单一了一点 那么现在习近平所呈现出来的 恰恰就是他的伸展性 他的可变性 他的可合作性 当然西方有没有准备这么好 我也不知道 习近平是不是真心的完全转向了 我也不知道 但是至少他就通过这样一个演讲和后来的一些互动和跟班农总统的谈话 你就会知道他不但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人物 而且他是一个弹性非常大的一个领导人 这样一种领导人 带动一个国家的崛起 一种变革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不是像过去这些年 这些媒体给这个民众所产生的那种误导 认为这是一个文化程度很低 这是一个吹牛 这是一个直直到意识形态的人 我相信最近几天我就在盯着西方的这个媒体在看 我看看你们这些人当年 或者就早几天你们还在居高凌下自以为上 在评论这些中国的问题 现在我看看你们怎么评论 现在看来看去还没有等到新的文章出来 当然我有时候我还能够理解西方的这个媒体 因为西方的媒体毕竟中国大陆新闻封锁太厉害 他们要了解中国还只能按照他们原来的价值观 原来的观察 那我们中国人呢 那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比西方走到还要荒谬 还要极端 还要简化 那么假如你是一个习近平的反对者 你这么去把对方描述到这么不堪 现实讲完全给了你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样子 你有什么能力 准备有点新的办法去对付这样一个领导人 假如你是个反对办 假如你是个批评者 你应该抓住习近平他未必存在的缺点 而他真实的存在的缺点 你有没有抓出来 很显然这些年的荒谬是无法想象的 就像二十大之前 这么多的人 居然相信 所谓的习下礼上 这种能荒谬的谈不上的东西 那可见 现在人们对中国的这个认知已经荒谬到什么程度 无论你是在海外还是在中国国内 包括在中国国内 不要以为在中国国内的人就了解什么中国的真实的情况 很多人就在走向了一种极端化 跟西方的某一些极端 没什么本质差别 这是一个习近平的这样一次出现 应该给大家对中国的问题的认知 有一个新的一些 有没有新的改变 我也不知道 但是至少对于想改变的人 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形象 但是要说到习近平的这个演讲 的确是呈现了某一些人性化的特点 但是要是和我们比如说看到一个美国政客的一个演讲 或者是一个西方政治家的演讲 给我感觉最大的就是说吧 他还是自争俱拙的有一点过分 比如说昨天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感恩节赦免火鸡会 拜登总统正好是他的生日 他就跟在场的人开玩笑说 说哎呀总在生日这一天 赦免火鸡这是很巧合的事情 我今年61岁了 在场的人哈哈大笑 把自己的年龄少说了20岁 再比如拜登总统在赦免火鸡会上 又搞错了两位著名女星的名字 一个是Tater Smith 一个是Ritney Spears 两个人相差年龄可能相差二三十岁 但是都是当今 当今和二三十年前当红的这个流行女歌手 流行女天王 结果拜登总统把名字就说错了 当然是会受到反对派媒体的攻击 但是呢也有某一种随性和率真在里面 据说习近平这个演讲 你别看他讲的轻松 讲到了自己在爱俄华的时候住的那一家的房门号 讲到了自己年轻的时候 在旧金山大桥下照的这一张照片 至今留在自己身边 似乎是讲个人情感讲得非常的真挚轻松 但是据说三十分钟的演讲啊 自真俱拙反反复复修改稿件 总共是修改了一年之多啊 夸当夸当 这个其他的行业我们不知道啊 那至少我们新闻媒体你要是写一篇稿写一年多 那估计你就是已经在这个这个这个失业局排队领这个这个失业救济了啊 怎么看这个问题 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能够比较正常的面对 先不说西方媒体啊 面对自己国家的媒体呈现出某一些不那么自真俱拙 不那么每个字都都咬着牙关不能说错这样的一些特征 习近平是不是应该有可能会犯错误 是不是可以犯错误 对你这个话题啊提的非常好啊 西方的领导人呢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够当上议员当上总统当上部长的人 首先有一关必须顾啊就是部长啊就是不是就是部长可能还不未必要政治任命 就都说明显官员他都有个基本特征 他就是考试挺好的 而且考试挺好里面的最大的特点就是经常出错 经常出错啊是魅力所在 为什么啊就是因为观众啊其实一般搞不清楚的是政策 搞不清楚中美关系甚至连本国的关系都搞不清楚 但是你出个丑大家都知道了 如果你丑出的越多他就可能反而记住了 所以为什么极端主义能够在民主社会里面越来越流行 甚至成为一种选举文化就是个特点 最怕就是没人知道你 最怕你讲了半天没人知道你在想什么 就让这个明星啊港特的明星啊我就觉得很奇怪 大陆听说也是这样啊就是为什么一下子有这么多的这个情色新闻 难道你们整天都在乱搞吗 对吧那我也多说认识一点这种人在现实中间有些人就是普通人 有些人生活族风其实讲老实话跟正常人没什么态度的本质差别 有些还相当的保守 那我们知道有一个有一个我们在这个媒体部门有一个部门叫八卦部门啊 就是影视版 影视版的人呢他写文章都写的特八卦 所以我就有时候跟他们聊天了 他们说其实啊你就不懂 这个里面啊如果你没有一点这个黄色情啊或者是下流的或者是冲突的新闻呢 他根本不知道你 所以这也是一种传销的手法 我不是说中国领导人要随这个东西 而且中国领导人需要首先顾一个官 就是说了世人都会犯错误 是正开讲话 如果你在走向这种人性化的行为的时候 有时候犯一点错误 有时候讲的真话 尤其是自嘲 反而会成为你的这个力量 你像拜登总统大家知道 现在简直是再不能 最把美国现在最大的一个谜啊 就是他老人家什么时候选出 我不选了培养年轻人 但他在这个时候为了显示出的 我还年轻的时候我61岁了 你说这句话 还是很有技巧的 但是这种技巧在西方政客的名字 那简直是小这一提 因为大家都玩这个东西 但是这一次习近平注意说 自己的手比较小 不能打篮球 人家说了 中国的队跟泰国队赢了以后呢 这是侥幸的 我没有陷阱 这才是真正的自信 一个成功者 你就发现 有很多成功者 你跟他私下聊天的时候 或者他公开演讲的时候 都会讲自己怎么蠢 都讲自己怎么怎么样 对吧 不会去吹自己怎么成功 很多成功者其实都是这个得点 他为什么赶着脚 就是因为他的自信之道 这些确定在他的成绩面前 反而会成为他的一个料 所以我觉得中国领导人 首先要学会犯错误 对吧 你不要习近平 在农村里面搞了那么多年 大家谁在乎他做过什么事啊 他说一键挑了多少里啊 大家都记得住 对吧 这就是一个很形象的一个东西 好 谢谢和民先生的这个解读啊 所以有的时候 你不要说200斤不换肩 你说这个走了两里路就累的 直不起腰来了 对 反而让人觉得更可爱一些啊 是 但是我们也